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款的缆胜的运动版 然后也是很主销的这么一个系列的车型了 就是3.0T的一个低功率版本 340匹马力这款车 之所以拿了一台不是这么新的车来跟大家去聊 那主要有两个原因 因为之前呢我也测试过这个缆胜运动的版本 但是那个车型的排量呢是2.0T版本的 可是那个车好像几乎就没有什么存在感 因为我在官网上现在也已经查不到这台车了 然后去到4S店呢 我也问我那边的朋友 然后他们跟我说 什么你记错了吧 我们缆胜运动哪有2.0T版本啊 所以其实那个车几乎就没有怎么去销售过 反正在我身边啊 除了韩景峰 韩总当时给他妈买过一台之外 好像我身边就再也没有谁去买到过这个车了 所以理论上那个2.0T版本的缆胜运动的评测的视频呢 对于大家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 就是因为你现在已经买不到那个版本的车了 这是第一个原因 还有一个原因呢 就是大家都知道 上一个版本的这个缆胜运动跟同期的这个发现是采用的同一个平台的 都是一套非承载式车身的这么一个结构 但是这两台车虽然是同平台 然后你会发现他们却有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性格 就是完全不同的调教 一个很偏公路 一个很舒适偏越野 所以在现在这个阶段 发现5或者说是全新发现吧 也已经上市了 那未来我也会去测试那台车 但是在测试那台车之前呢 我也想来去感受一下 就是跟发现5采用全同平台的这个缆胜平台的这个缆胜运动 开起来到底是一个什么感觉 这就是第二个原因 我想在这一次 因为动力总成他们也是有一个共通的 都是采用的一个3.0T机械增压加上8AT变速箱的这么一套动力总成 所以在这些大条件都很类似很类似的情况下 所以我想去感受一下他们之间的不同 所以我就找来了这个3.0T低功率版本 现在非常主销的一个版本的这个缆胜运动 来给大家做这一集的罗伯报告 还是先来说两句外观啊 但其实这个车大家都已经不陌生了 你应该会经常可以在马路上看到了 然后除了发现神行 还有全新的发现 他们那个前俩会有一点那种怎么形容啊 下头痴吧 那种感觉之外 那其他的你比如说缆胜 缆胜运动 还有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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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光 基本上风格都是大同小异的 也算是一个路虎现阶段的家族风格了 然后呢 就是整个现在缆胜 缆胜运动 还有这个发现 采用的都是一个同平台全旅车身的这么一个设计了 所以呢 如果按这台缆胜运动的定位来说啊 就是这种轻量化的车身的这么一个结构 其实跟它的风格和要走的路线是更加更加的吻合的 那什么车身侧面和车尾呢 我就不跟大家多啰嗦了 因为我相信你也已经都不陌生了 下面呢 我们再来开始看车内 一坐进这辆缆胜运动的车内啊 首先就是它的这个内饰风格 你会感觉还是比较简约的 然后也是一个现阶段的一个算是路虎的家族风格吧 然后除了一些比较常用的按键 它给你保留了一个物理的按键结构之外 那一些像多媒体呀 导航啊 等等等等 这些的控制按键 它就都把它做成触控的 然后集成在这个人机交互系统里边了 然后它在两边也都是触控的按键 反正看上去非常的简约 然后还有呢 就是关于它的这个比较 之前我看的有一些评测是吐槽了它的这个功能 就是当你在着车的时候 然后系统正在启动过程当中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你按这个键 然后就才能去控制它的座椅加热 其实不是啊 它有两套控制座椅加热的方法 一个呢 是按这个键 然后在屏幕里就控制它加热还是通风 然后还有一种方案呢 就是你必须先招车 然后你会看到在两侧分 空调分区的这个温度控制这个位置 你按一下 你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控制它的座椅加热 仪表呢 是采用的一个全液晶的仪表 然后好像啊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 在这个缆胜3.0T的最低配的那个版本 你还能够看到机械式的那个仪表 嗯 怎么说呢 这也因人而异啊 我说真的 我个人会比较喜欢那个机械式的仪表 但现在这个配置变来变去 我也不确定那个版本的车还会不会有了 哦 对了 说到这个340匹马力呢 在这我还想多说一句啊 就是我们今天拿到的这台试驾车 呃 我非常确认它是这个缆胜运动3.0T低功率的版本 就是呃 在网站上标250千瓦最大输出功率的那个版本 那换算成马力的话就应该是340匹马力 对吧 可是在副驾驶的那个门边上有一个标识 那个标识写的是306PS 鞋盖250千瓦 这我真纳闷了 306匹 这一开始当时还让我真的诧异了一下 因为我到那也找不到这个输出功率的车型 但好歹后边还有一个250千瓦让我算是给对上了 ok 这是一个小小意外小小插曲啊 然后这个方向盘呢 呃 跟我之前测试过的韩总的那台2.0T版本的缆胜运动呢 已经不一样了 已经是采用的一个电条的方向盘了 啊 然后其他的这个区域呢 没有什么太多可说的 然后再来聊两句这个座椅 这个座椅啊 说真的 它叫揽成运动的确这个座椅也真的是够运动的 就是它 两侧互为的这个包裹性 然后 支撑 还有整个的坐姿 如果把它调到最低的话 现在是一个最低的位置 前排的空间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 然后后排我再跟大家聊一下空间 因为空间对于这个车来说是个挺 挺让人不爽的地儿 然后还是说它这个座椅整体的舒适度都没有问题 但是 这两侧的互为非常非常的大 然后我现在 已经把它放到一个就是放到一个最打开的这么一个状态了 但我依然能够感觉到 以我的胖瘦跟身材 它刚好是把我卡在中间的 OK 那我还是先调整一下前排座椅 等一下呢 再跟大家去聊一下它的后排空间啊 配置啊 等等 乱七八糟的 做到后排啊 其实后排的配置就非常的简单了 然后就一个空调的出风口和一个后排的娱乐 也就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了 然后在这儿呢 有一个全景偏窗 然后再有呢 就是空间方面 就是按照它这个尺寸来看的话 它的这个空间 你看到了吗 一拳可能有点勉强 四指吧 刚刚好 我觉得在它的这个级别里 它的这个腿部空间算真的是比较一般的了 然后 头部空间 还OK 四指多一点 一拳吧 没问题 然后坐垫呢 我觉得坐垫柔软度是OK的 但是这个靠背在这个位置 我不明白为什么会 那么的硬 就是不会让我靠上去有那种很软 然后稍微 小小小小踏进去 吸进去的那种感觉 它根本就没有 然后这个坐一靠背呢 是支持两段可调的 现在的这个姿势呢 是比较靠前的 我还可以再把它调的稍微再低一个 对 就这两段可调 但其实角度并不是特别的大 然后呢 还有一个很体贴的小细节 就是在右后这个位置呢 虽然这台车不是一个 以后排为主导的这么一个车 但是你坐在这个位置依然是可以 用一个所谓的老板键去控制 右前座椅的前后移动的 我觉得这个考虑的很体贴 然后呢 我们这台试驾车啊 这个音响系统是这个meridian的这么一个音响系统 然后这个牌子呢 是一个哈门卡顿的一个高端的品牌 这个集团下的一个高端的品牌 虽然之前也有人提过啊 就是说 在它的这些喇叭的这个配件上 你可以看到哈门卡顿的标 他们当时车主可能还跟这个路虎会有一定的这个争议吧 但是有一点我是肯定的 就是这套音响系统的音响效果真的是特别特别的棒 而且我试了大概两三 两三类音乐 它的兼容性也都很不错 所以我对它的效果还是很满意的 ok了 那其实这台车怎么说呢 大家都知道在选择这个懒生运动啊 还有在这个选择发现的时候 我经常在我的微博里也会说 然后跟我的朋友也会说 我说我会建议你们去选择这个双速分动箱的版本 就是带低速四驱的那个版本 但是当我开了这台很主销的懒生运动 就是3.0T加8AT加单速分动箱的版本的这个懒生运动之后 我这个观点呢 稍微的有一点小小的动摇了 原因是什么呢 等一下呢 我就跟大家去聊一下它驾驶起来的感受 在开始跟大家聊这个驾驶感受之前 我还得补充两点 第一个呢是关于配置 就是这个车呢 我在它的官方网站上看到就是它有一个配置叫做in control系统的一个遥控启动 远程遥控启动 那对于像北京这种四季分明冬天很冷 夏天很热的城市来说呢 这个功能就非常的实用了 而这个配置 选配的价格是零远 你受得了吗 那就是理论上你选了就有 没选就没有 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概念 所以你在把这个车的时候注意一下这点 就是遥控 远程遥控启动 我猜它应该是在硬件上都已经给你准备好了 就只要你去开通或者是去选一下就OK了 就这么简单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当这台车 我停车的时候 我一挂P档 它的这个逻辑可能不是那么的聪明 就是我认为这种现在这种自动 这种怎么说 算是电子换档系统的这种挡板啊 我一旦挂P档 它就应该自动把这个电子手刹配合起来 然后电子手刹跟P档是同时打开的 我觉得这是比较科学的 而这台缆程运动呢 我要去做两次 就是先按P 然后再抠一下电子手刹才OK 我觉得这个逻辑是不是未来有可能去改变一下呢 反正就这两点 我先在跟大家聊这个驾驶感受之前 稍微确认一下 跟大家就是强调一下 OK 那说回我们今天这台缆胜运动3.0T的低功率版本的一个驾驶感受啊 首先呢 在动力方面 这台车呢 装配的是一套3.0机械增压 然后配合上一个8AT变速箱的这么一个动力总成 这套动力总成 我之前也感受过 不过是在一台发现4上 就是之前我们也测试爬那个王平大坡的那个那台发现4 那说真的啊 虽然是同样的动力总成 开起来这两台车真的是完全完全不一样 我觉得啊 首先一方面就是可能因为那个发现4 因为是老的那个平台嘛 实在是太重了 而这个缆胜运动呢 已经是采用了一个现阶段缆胜的平台了 就是一个全体车身的这么一个结构 所以在车身的重量上会有一个很大的优势 所以才会让这台车开起来那么激进 那么怎么说 那么轻盈 然后还有呢 就是我觉得在调教方式上 这台车呢 也是明显要偏向于公路驾驶和这种所谓的运动吧 就是油门踏板被调教的 调教的特别特别的敏感 你比如说啊 就是以它的这个动力总成 3.0的这么一个排量 其实你轻微的这种加速 它完全可以在1000多转慢慢慢慢慢慢 靠着这个发动机的低扭把这个车给拽上去 这个车速 可是这个车可不是 你即使是在这种普通的地档模式下 不是在运动模式下 你稍微一脚油门 你会感觉 我没踩太多油门啊 它框框就给我降两个档 嗚就往上跑 真的是挺猛的 反正我觉得它的这个逻辑啊 真的是很偏运动 而如果把它切换到运动模式呢 那这个时候它比我在D档的这个模式下 通常情况下它都会给我降两个档 个别情况下是降一个档 这在一般的车呢 其实这种调教方式也是不多见的 然后再有呢 就是这个车啊 之所以我会说它这么偏向运动 还有就是因为我还给它做了一个0到100公里每小时的加速的测试 官方数据呢 标这台3.0T低功率版本的晚生运动的0到100公里每小时加速是7.2秒 可是你知道我测出多少秒吗 5.995秒 当时我看完那个数据我都惊了 所以呢 借这个机会我正好就跟大家聊一聊 就是我对于ICV或者说是越野车吧 用机械增压还是用涡轮增压这个问题 我自己的看法呢 就是你甭管是机械增压还是涡轮增压大趋势肯定都是一个小排量 偏对来说偏小排量的这么一个增压发动机的这么一个趋势 原因很简单啦 就是税费的原因 因为你排量小了 所以税费就会变得更低了 你比如说原来的缆程运动5.0的那个版本 好好家伙 比这个得贵了差不多快30% 40%甚至50%了吧 对不对 可是现在它的这个价格就比之前已经便宜很多了 然后再有呢 就是虽然我个人还是会喜欢那种大排量自然吸气 但现今刚才我也说了这个趋势肯定是小排量增压 但是对于机械增压还是涡轮增压如果必须二选一的话 那我觉得对于SUV或者说是越野车来说 我可能还是会选择机械增压 因为机械增压在这个动力提升的这个线性程度上呢 我觉得它比涡轮增压是怎么说 要更加的平顺一点 因为涡轮持质虽然现在这个阶段在这个技术在不断的进步的同时呢 就是这个涡轮持质它已经变得越来越小了 但是你要说比起是涡轮增压还是机械增压 哪个更接近这个自然吸气的那种感觉呢 那你得承认 还是这个机械增压它的这个输出会更线性 会更像这种大排量的自然吸气方面的 我之所以那么强调说这个机械增压的这个输出特性会跟自然吸气比较接近 会很平顺的原因之一呢 就是因为我个人认为啊 这个SUV还有越野车在你去做一些攀爬呀等等等等这些越野 或者说是稍微极限一点的这种越野的情况下 这种油门的那种细腻的感觉是特别特别的重要的 因为你举个例子就是当年我比较熟悉的一个车 就是因为我们在汽车之家的时候 那个有一个哈佛的工作车嘛 那个车当年的就是2.4成自然吸气的一个发动机 我开着它去爬哪这那这那的只要开个低速速去 虽然它的最大输出功率不是那么的大 但是当我在比如说爬一个石块上去就马上要停步 或者是要求那种很细腻的操作的时候 这种自然吸气发动机呢它能够给我的这种 让我去准确控制它的这个冗余度就非常的大 但是在后来啊就是这个哈佛的H5就出了这个4G63S4T的这个乌轮增压的发动机了 然后在这个车上我再去做同样的事 那我这个油门就不太好控制了 因为它总是在有劲和就是就是劲不是很大 或者突然一下来劲在这个临界点上让我很难去把控 就是它不是一个很线性的过程 而是这种腾就上去来这么一下 所以对于越野车来说我为什么喜欢大排量虽然吸气的原因 也就是这么一个前提 然后再有一点啊就是关于散热 因为越野呢本身就是一个很考验散热的这么一种情况 因为你在脱困啊或者在穿越的时候 你通常情况下可能是你要把遮速拉得很高 但是你并没有一个很高的车速 然后让你的散热系统呢去撞风 然后从而达到一个散热的目的 它没有那么好的一个散热的条件 所以这种情况下这个热量就是涡轮增压 那它的热量就很容易击聚了 那热量一上来会导致一个什么问题呢 那可能就会导致一些部件的这个故障率 会去增加 这是成正比的理论上 那在同等条件下 如果是机械增压的话 那它的这个热量机具的程度可能就没有那么高 因为它并不是去跟它的排气系统去关联 所以它的热量机具的速度 还有这个温度的高度就没有那么厉害 所以这也是我比较喜欢机械增压的一个原因之一 当然了现在这个市场上也有很多硬派的越车 也采用了涡轮增压的这种增压的形式 你比如说最新款的G500采用的是一个V84.0双涡轮增压 然后还有像是福特的150也是3.5T 双涡轮增压的发动机 然后包括普拉多和木马仁未来说可能也会有这个2.0T的版本 但是你会发现就是所有在这些厂家的宣传里 他们都会去特别特别的强调 就是说他们对于这个涡轮增压 都是做了相应的特别可以去高效散热的这么一个处理 或者说是解决方案吧 当然了我也不是一味的否认新生是我 谁也不知道未来的这个无轮增压技术会进化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步 只是按目前的情况来看 以我这十几年玩越野玩穿越的经验来看 我还是会先入为主的就是认为这个机械增压 会比起这个无轮增压在这种极限条件下会更加的合适更加的靠谱一些 因为你比如说我之前玩坦途的时候 TRD也给坦途那台5.7的发动机出过一个增压套件 那用的就是一个机械增压 这个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去查一下 这会可能又会有人说了 就是你看你把这个机械增压说的那么好 但是机械增压为什么就没普及呢 其实原因也很简单 就是因为成本确实太高了 而且这个机械增压技术又不是特别适合一些小排量的发动机 所以注定呢就没法像涡轮那样去走起规模来了 不过话说回来啊 今天扯的事可能扯的有点太远了 我们还是说回我们今天的试驾车这台缆胜运动 这台车啊除了动力总成很偏运动之外啊 在底盘还有在方向盘的调教上 我个人感觉也都是有点偏公路偏运动的 底盘呢 真挺硬的 在SUV里它真挺硬的 然后路面各种回馈 然后包括在扎道里我稍微高速一点 它的侧向支撑 做的都非常非常的到位 然后方向呢是整体有点偏重 无论是高速还是低速 然后你要是比如说女孩去揉个裤 停个车什么的 反正我媳妇投诉说这个方向盘有一点沉 我也觉得有一点沉 反正跟同级别的车比起来 但是话说回来 确实所有的这些调教友都跟它的这个运动 缆胜运动这个名字 确实是相吻合的 反正总体呢就是这台车给我开起来的感觉啊 就像一个高体盘的高底盘的大轿车 我这么形容真的是不为过操控挺不错的 然后各种这种方向的反馈 底盘的反馈都非常的清晰 然后这几天我在城里一直拿这台车代步 一共是我看一下 开了 我一共开了251公里 平均时速是29公里每小时 油耗呢大概是15.3 怎么说呢 如果按这个车的价格 跟这个车重啊等等等等来说 那这个油耗可能买它的人也不会太在意 但是对于它的这个排量的发动机 那这样的动力总成来平视一下的话 那我觉得可能它的这个油耗表现就不是那么的美丽了 然后呢还有就是它的这个排气的声浪 或者说是整体的一个隔音 怎么说呢就是比较一般 你看啊我现在在这个环路上开 现在车速大概是80左右 那现在这个声音 底盘的噪音还是微微微微有一点明显的 并不像一个百万级的豪华SUV该有的这么一个水平 因为我对这个车的要求是比较高的啊 先强调这一点 它并不是差 而是因为我拿一个百万级豪华SUV的水平来要求它 然后再有呢就是它的这个排气声浪 你听一下啊 呃你说难听吗 那反正怎么形容呢 如果现在我们副驾东晨的形容就是说这个翻轨机的声音 有一点像四缸车的声音 并不是像一个六缸车那种很澎湃的呜呜呜很低沉的那种声音 的确我一开上这个车 包括你在车下你一着车你在车外去听它排气的声浪也会感觉有一点薄 就不是那种厚重那种那种声音那种六缸车的那种排气的声浪 所以在这呢我也给了一个小小的差评吧 就是声浪不够那么让我亢奋 没有那种怎么说很低沉很很鲁的那种感觉 没有它这个声浪的音点有点太薄了有点太斯文了 之前的评论会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四驱系统方面呢 我跟之前测试类似定位的车型一样 也都直接把这个缆升运动呢 就开到了清泉的测试场 直接用三组滑轮攀爬架 来进行一个算是评测吧 这种攀爬架呢 由于是有一个爬坡的要求的 所以难度呢 是要远远高于平地上的那种滑轮组测试的 对于这个三滑轮组的爬坡测试来说呢 主要考验的肯定是电子线滑制动的工作的能力 但对于动力呢 其实也是有一定要求的 由于呢 这台车缺少低速扭矩放大 也就是所谓的低速四驱档位了 原本呢 我以为它通过起来会稍微的有一些费劲 但结果却毫不费力的就完成了这项挑战 怎么说呢 双速分动箱这个配置啊 我之前一直都觉得选装的价格也不贵 那你能选上最好可以选上 但现在这么来看 至少说明在绝大多数情况下 就是这个缆胜运动 它要去面临的这种脱困的场景呢 对于它来说 其实动力并不算一个短板 实话实说啊 原本呢 我也跟很多人一样 就是认为这个路虎的缆胜运动呢 能够卖的这么好 主要就是靠牌子撑着 但实际上我这趟感受下来啊 说真的 它在各个方面的硬功夫 其实表现的一点都不差 你比如说动力输出啊 还有四驱系统等等的表现呢 都算是很大程度上的超出了我的预期 那这么看来啊 就是跟它采用了同样平台 也是承载式车身的这个发现5的表现 我现在倒是越来越好奇了 OK了 那我们这一期的萝卜报告呢 就到此结束了 到此结束了